大家好,我是茶包太太Renee 早前在屋檐附近拍過居住環境後 有很多朋友都問我 究竟居住的社區是甚麼社區 好像很漂亮,而且屋子都不錯 所以我特地介紹一下居住的環境 不同地區的各種特色和環境給大家看 當然第一步當然是來回我最熟悉的居住環境附近 所以現在就跟我走 這條影片是絕非廣告 純粹讓大家感受一下環境 所以大家要多多支持 這個Century Mall 就是一個在Eco Sentry裡面的商場 不是很大的,只是小小的 但裡面有超級市場 這間超級市場 不過不失 基本上正常要用的家具用品 吃的食材都可以有 其次就是我們走個圈 好嗎? 上去上面 先看看 整個商場總共有三層的地下 上來這裡 第一層 Hell Plant 好,其次帶大家繞個圈 先看 看看 這一層 有一間 San Francisco Coffee 食肆基本上就全部集中在這一行 有一間粥店 豬既靈粥 但其實不只吃粥 我看到他也有其他食物 這一間我未吃過 他吃排骨的 有Rips、Pasta 環境也頗舒服 好了再走 這一間我吃過 不過沒有開 歲櫃 Mizuki 日式的 現在開到到處都是的 快遞公司 再走到後面 其實是未敷完的 你看這裡 癡滅煙的 店頭 初初來第一次來 真的以為是店頭 好了 走到 拉尾 拉尾這裡 午餐 看看有沒有東西適合 你們 可以啊 他不喜歡吃過 現在吃吧 好啊 等一會吧 OK 櫃檯給我 OK 我們坐 那張 那張好看 先坐 這裡 OK 謝謝 先看看 菜單 好啊 現在眼看 14至19元左右 設晚餐 哇 還有Vdrinks和 冰糖 好啊 你們研究一下 上次我們吃過 這裡晚餐也不錯 真的西式的 看一看過什麼餐 哇 牛肉 魚 牛肉 牛肉 雞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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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福建麵 冬蔭公炒飯 你們不適合 這個也是 出錢一丁 餐蛋 這個師傅 是 烏冬 露道 在下面 上面 餐蛋出錢一丁 還有什麼 你吃卡邦尼 你吃出錢一丁 那我呢 吃什麼好啊 有魚 我吃這個 夏威夷雞扒 那是所有 謝謝 哇 來了 凍檸茶 凍檸茶 到了 哇 來到 不錯 這個雞扒 還有這個是 卡邦尼 來了 出錢一丁 哇 這個午餐肉 不是我們做的那些 我們試試這塊午餐肉 可以嗎 超厚啊 味道如何 嗯 可以了 好了 輪到我吃了 Hello 成績樹架 給我一個 這盒子很小 和菠蘿這麼大 我分享 Share Share和你嗎 你叫我Share給你 是 這個雞扒面上有個菠蘿 對著肥膩 不過那個雞扒真的不吃太 不知道吃完飽不飽呢 我們的雪糕來了 謝謝 謝謝 超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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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 lunch是有雪糕的 每人一球 三個Sat吃了47元 有東西喝有雪糕 上算可以 如果是午餐Sat來說都可以接受的 謝謝 就在餐廳的外面 有一個樹屋的高位位置 我們一於上去看看吧 上去看看 這是什麼 走吧 你們上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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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身處就是這個 Santry Mall 那個corner上面 樹屋的位置 看來下面呢 現在前面這一大大工地 打工廠的位置 都是EcoWell的 外面這一大 商業區 都是屬於EcoWell的範圍 會見到後面 有EcoWell的Gallery 現在我身處這個樹屋位置 和後面這個 就是Santry Mall 我們看看這一邊 在Santry Mall 在Santry Mall 的另一邊 對開後面 那一堆排屋 一路看過去 遠處遠處 有一間Starbus的 Starbus那裏 一路這一堆空地 去到回旋處那裏 其實都是屬於IJM的 這塊地 對 IJM在這裏 佔地應該是最多的一個發展商 所以有很多位置 其實都還未發展 這邊呢 就會是 257 257 就屬於另一個發展商 那一層後面 現在正在建有兩座新的 Condor 在Eco World 後面 隔一個湖的外面 就是Tropicana 基本上就是這個位置 就有四大發展商 在這裏 可以看到 這裏有個地圖 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在Eco Century City 這個位置 紅點點的位置 就在Century Mall 對開 這間就是 上次我們去公園之前 打算租單車的店 而圍繞Century Mall 兩旁 都是一些商業用地 我們又一起看一看 這個範圍裏 的商店 都不乏有幼兒中心 daycare服務 甚至是 藥房、診所、牙醫等等 而且還有媽媽檔 漆仔和一些mini market 而在Eco World Area 裏面還有一個景光位置 每天都會定時有警車在這裏巡邏 就這樣走給大家看 可能未必感受得到 整個區域發展成怎樣 所以 現在等待去Sales Gallery 拍個模型給大家看 那就一清二楚 這裏就是Sales Gallery外面的範圍 現在 我們就進去 對 你好 你好 我想要解一下Eco Century的環境 可以 可以 謝謝 太陽 好 這裏就是我們整個Eco Century的樓盤 好 我們前度位置就是我們這裏的銷售署 所以整個Ecosentry的發展計劃 總共有300年8個Ecos 即是有300年8個 我們分為總共有7期去發展 最少和我們這裏入口的 全部都是我們商業的地方 這個商場已經是好了 當然我們有第一期的店舖 第二期的店舖 還有我們都會有 我們現在的Sovies Department 好像服務式公寓一樣 好嗎? 而且我們這邊全部後面 都是比較為住宅為主 我們有第一期的 第一期的我們有Semi-Ecosentry 即是我們有半導臨和普通飲食 這個都已經是賣完了 第二期我們是我們的連牌 即是我們有牌屋 牌屋是之前大概都是四年前開發的 都已經賣完了 現在入住大概都會有 大概七八成左右 現在我們目前正在賣的單位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高層站 還有這邊可以看一看的 這邊是近這一站 即是我們這期最豪華的一個好園 總共有二百六十間 二百六十間的半導臘 以及一百六間的導臘 這個特點就是 每一個好園裏面都會有一個Cup House 即是比較私人的Cup House 即是如果你是選擇的一個好園 我現在就坐著Gokka圍著Salescari的範圍 就是我們繞一個圈 每天拍給大家看看周圍的範圍 每天拍給大家看看周圍的範圍 等一下就去這個Show Unit那裡參觀 現在就到了這個 就是Bancro的Show Unit 好 進去看看 這個是八十成一百二十五座 它的土地面積是一萬呎 如果你說實用面積有六千呎 其實我們這個就好像有一個C-Ship 即是它中間好像有一個四合園 所以它中間會有一個空間 你可以做泳池 也可以做自己的花園 這個特色就是它的樓底是很高的 我們所有的導臘式都其實是五房的 就是五間一的 就是每個工人房 全部都是套房 包括電梯 好了 那現在就輪到我 帶大家去逛逛這個單位的環境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地方 看環境如何少得看實況呢? 示範單位和Sales Gallery當然是美麗 現在我們去看看實況會如何 我在網上找了一個居住人帶我去體驗樓 上次拍了一個最大的獨立屋單位 但是拍了一些貼地 真實情況會如何直接帶大家進去看一看 因為分開不同地帶 我的屋苑大家都看過 所以這次帶大家對面 全部都是SendMID的單位 給大家看一看整個感覺 現在就在Gardhouse前等 因為要安檢 EcoWorld的檢查是做得比較嚴謹的 所以保安都頗好 很安全 整個感覺 屋苑範圍內 其實EcoWorld都頗智能 可以在Apps上直接打一個QR號碼出來 給客人 當然了 業主發出了這個QR號碼的時候 就可以安全進入了 好 忘記了拿Driving Lyser出來 好 還有 有嗎 他們是會檢查車尾箱的 會檢查車尾箱的 好 好 你要檢查一下 好 好 閉開了 謝謝 拿了一個PASS 就可以跟著進入了 正在說的是 這裡的Sweetie和那個Theresa有什麼大分別呢 就是 當你進來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到一個Sweetie在前面等著你 這裡是Sweetie Escot你到門口 直到你找到位置 今天看這個單位 是幾大的 這個地 這個單位 它的地是45x85的 是Semidie type 你可以看到它旁邊有地 意思是說 它的屋身是30呎 旁邊是一個15呎的地 我們來計程的這個盤 就有這個 我們叫Monterrey的Semidie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它的大廳 你可以看到第一個賣點 它的好處是 它的廳的Semidie type 是比平常的這個屋子 是特別高的 我們來到這裡 它有一個叫做Double Walling Semidie 它是好像兩層樓的高度 還有它的光線 你看如果不想去單位的話 其實整間屋子都很光 整個好像Bung Law的感覺 它這個地是45x85 因為這個屬於N Law Unit N Law Unit 這個單位是屬於Semidie設計 4加1檔 最主要是Semidie和普通牌屋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你看採光度已經很不一樣了 因為Semidie會多了地 其實L式位置 都是有窗和光盲 所以Semidie相對牌屋來說 窗會多一點 通風也會做得好一點 我們先看看這個單位的裏面結構吧 預約 Cine 在11 上層主要是三間房間 主人房就在這邊 景色會對著大街 對面屋大街 另外兩邊有兩間房間 這裏都是對開的兩間房間 但景觀就是望公園景 非常之開藥 因為這河剛剛是屋苑後面的牌 所以景色非常美 現在先去主人房拍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就是位於SAMED的露台單位 一推開門出來這個景色 簡直不一定 就是上次我在前幾次拍的湖邊公園 整個景色很開眼 而且這個FAMED的單位 它的露台是一個L式的露台 很大的露台 真的很舒服 而且這個屋苑這一邊 其實四大發展商的區域 我都會逐一帶大家去看看 遲些再介紹其他區域給大家看看 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 留言、讚好和分享 記得訂閱茶寶大太頻道 拜拜